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感觉到政府在这段时间里面急急忙忙的推出了很多的政策和措施 那是不是太急了 那是不是跟所有的雇主们特别是跟中小企业雇主们缺少一些沟通 那也有很多觉得其实在这样的当而 不管是哪个方面都必须要能够让雇主和企业 能够有一定的时间来对这些新的准则新的政策做出一些应对跟反应 大家觉得太急了 甚至有人就觉得说我还没时间去了解这些指导准则 那么甚至让我感觉到有点混淆 当然这个都是免不了的一些情况 那当然也有一些与会者就提出了 其实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客工宿舍 比如说客工的问题来说 是因为每一个宿舍的水平其实都不一样 那么水平各异的话没有一定的标准 那当然是一个问题 当然也有我们的一些师兄师姐就提出了说 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疫情当而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弱势群体 他们也需要帮助 那他们应该何去何从 甚至也有一些企业家朋友 特别是中小企业也跟我说 杨先生 其实我现在感觉我们这些老板们也是弱势群体了 所以我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 首先就像我在星期五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疫情是真的有一点突如其来 也史无前例 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在好几年前 我们有经过SARS 我们有经过H1N1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这种防疫的体系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 如果我们没有当初的那个经验 而且我们没有认真的去对待的话 我们不可能在我们还没有进入 这个DOSCOM Orange之前 就是在橙色市井之前 我们就已经安排好我们1800个 家庭医生的这个网络 来确保我们在整个这个应对疫情的这方面 先有一个底线 先有一个防护网 那么接了下来的几个月 我们也看到说蛮多的措施都推出来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特别大家提出的一点说 干嘛我们这急急忙忙的 能不能够给一点时间 能不能告诉我们多一点 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说 因为在这疫情当中真的没有人能够给每个人多少时间 因为发生的太快 而且每一天我们对这个疫情都有新的了解跟新的发现 在沟通方面我是想要劝请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 跟特别是中小企业 必须要考虑的一点是因为在这当而 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尽快的第一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现象 所以一定要把一些主流媒体跟一些政府的一些网站 连接到你的手机上 这样你能够得到一些最快的一些正确的一个信息 其实比较麻烦的一点就像我上星期五我又稍微提到了 我们有很多企业组实际上是通过很多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传言 来取得信息 这样的话反而会有更大的这个混乱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体谅能够了解到说我们必须去配合 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那我今天早上在看了这些问题以后 我在想怎么样跟各位师兄师姐们分享的时候 我就稍微打开了近诗语 那我发现了其实里面也有告诉我们一些路一些方向 因为当我们在这个当儿其实很容易的会发现 我们看别人不顺你 干嘛你没有找一点通知啊 干嘛你不让我多有点时间 干嘛你不能给我多一点细节 干嘛你不能帮我这个 干嘛你把我推到墙角了 我想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像上人说的 看别人不顺眼了 就要调整自己 就像我这个图片里面的这只老鹰一样 我们可能要再提高一点高度 再稍微看清楚一下 因为在这个当儿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政策 很多措施 很多我们自己本身的反应 我们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实际上没有一个定论 我们必须要快 要快 那我觉得我们很庆幸的是 我们早在SARS跟H1N之后 就设立了这样的体系 所以我们的政府部门 我们的所有的其他的团体 都能够很快地告诉我们 在这个当儿 我们有所有这些准则 我们有所有这些 我们想过了 觉得应该的 大家一起来做的这个方案 大家一起来做的一些步骤 大家来一起走 当然相信一开始 因为餐历的人很多 就像我星期五提到的宿舍 一下子你把35万的人 等于就把整个后赶新政 跟整个大不了新政的人 全要求不出门了 然后你得给他们全部送餐的话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概念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大家都要记得下一句 起步了就要往前走 我们不怕慢 只要我们尽了我们自己的本分就行了 我们只怕站 怕的是那些人站在哪不走 那在这里呢 其实近世约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说 其实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不管是什么原因 你选择站在半路 那会比你走到目标更辛苦 所以我希望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方案 跟所有的这些应对措施 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过去一天 或者甚至过去几个小时 整个时局的发展 整个疫情的这个发展 所累积出来的一个方向 跟一个措施 所以它没办法太早地告诉大家 也不能太迟地告诉大家 更不能太迟地去落实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当儿呢 我们大家能够尽量地去配合 不怕慢 只怕站 那更重要的是要记得 站在半路会比走到目标更辛苦 我们还是往前走吧 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 好像我们做起这些事情来 都不太顺心 尤其是有些政策下来了 你让我一下子怎么把所有的餐 派给所有的客工呢 还有在这个时候 老人家他要出门 你不让他出门吗 那行嘛 那这个时候如果所有我们大家都碰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甚至说 哎 孩子们都不上学了 孩子们一不上学 居然我感到惊讶的 就是我们市面上的藤条 一下子都卖光了 一下子都缺活了 当然这也告诉我们说 哎 也蛮有家长感觉到说 哎 在这个当儿我怎么去住 但我们不赞成 大家去找藤条 我觉得大家还是一样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里面去 沟通是很重要的 那我在经事里面看到了另外一句话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有时候别人并没有要欺负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的心去给人欺负 所以在这当儿我发现 就像我在处理所有客工的问题一样 我只能告诉自己说 我要尽力的去做 我相信大家都愿意要把这事情做好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 也没有人愿意成为另外一个人的障碍 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往前走 那只要我们把这个观点稍微一短 我就能够将这个委屈 转化成另外一股新的力量 完全走下去 我碰到了很多中小企业也跟我提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中小企业告诉我 怎么办呢 租金也缴不上了 政府的补贴给了我 好像这也不够 那也不够 那实际上是有办法的 我待会再进一步跟大家分享 这时候我们要记得 困难不在自己 在别人 障碍不在别人 在自己 最怕的是自己障碍自己 所以走出去就是路 那就像那首歌唱的路在脚下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考虑很清楚 如果真的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走的话 那就相信政府 相信我们的同胞 相信我们的生意伙伴 相信我们的股东 相信我们的董事 相信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管理层 我们要跟我们的团队一起去走向一个方向 因为就像金斯里面说的 人往往不是没有力量去做事 而是不肯去做 所以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 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做 那如果要做就不要怕事 因为事是能做出来的 那我相信我们接下来就像这个小孩一样 那你说能飞吗 只要你相信应该还是可以的 当然不要一备着去冒险 那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呢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 我也觉得当我们在回到我们刚才所有的那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 似乎有点乱 但是我们如果凡事往好的一个方向去想 心中长存散烈的话 意识就会风修化起 弯子腰伸个手 把别人的福捡回来 那就是我的 这么说主要还是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碰到的 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你的问题 也不是我的问题 就像我在之前在另外一个中小企业的这个分享会里面 跟一些朋友们分享一样 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天要下雨 羊要嫁 天要下雨了 妈妈要去嫁别人了 这个是一个故 故点故 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碰到的 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环境 就像我在星期五跟大家强调的 We are in the same storm 我们在同一个灾难里面 虽然我们不在同一条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自己了解 我们并不在同一条船上 那我们这样的话要怎么做呢 我在这里稍微再提一点 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 问题跟现实把它看清楚 现在这个东西要克服的 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是一个总方向的问题 不是你要不要还是他要不要 也不是MTI或者是MOM 想要你这么做 告诉你 告诉你 你必须走这条路 必须按照这个准则 必须按照这个条例来做 不是 我们必须要看清这个准则 跟这个条例背后的那个精神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Safe Distancing Safe Workday Safe Living 到最终就是一个安全 我们在这个时候 怎么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还有呢我在星球也稍微提到了 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生命之同时 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生活 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生机 所以在这里呢就要把这个弄清楚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到底我们强调的是结果呢 还是方法 我们确定了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就像有个中小企业的朋友问我 杨先生 那我现在的店怎么办 你知道吗 我开这个店开了二十年了 我心也跟他一样痛 但是我能够告诉他什么 我担心的是实际上 我们不是担心现在 今天我们要认清的一点就是 当很多人 他已经改变了 他已经熟悉了 习惯了 在网上购物 从网上得到市场信息之后 在整个CV过了 整个COVID过了之后 他还会不会像以前这样到店里面去购物呢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你要知道 想一想结果是什么 然后你才想象这个方法 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中小企业在想这个方法的时候 是想现在我怎么回到原来的方法 原来的走法 我的店什么时候能够跟以前那样打开门做生意 我的 销售员怎么样能够来上班 怎么样的又一样的从早上站到晚上 这样的去服务顾客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已经不是了 我又碰到另外一个年轻人 特别我现在用这个零售来做一个例子 他就不是这样想 他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底下 他实际上早在几个月前 甚至一年以前 他就开始在做一个变化 那他现在的店 实际上他不再像以前讲花那么多钱去装修 但是他能够弄出那个效果 来让那个店造就是让人家喜欢来的 然后他也开始开展了网上的这个行销 网上的营销 网上有两个 网上行销 网上行销就是marketing 跟整个的这个online transaction 这方面要怎么去做 这是我们觉得现在要完全去考虑的 而不是只是想到说 我要什么时候能够开门做事 6月1号以后我的店能开吗 6月1号以后我的餐馆能开吗 就像昨天有一个餐馆的朋友就跟我说了 杨先生我很痛苦 我说你痛苦什么 他说就算6月1号以后我的餐馆能开 我马上能够感觉到的是一半的位置没了 那也就是说我一半的profit 我一半的营销也能 那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想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考虑到 记得我在星期五说的 人 我们一定要想清楚 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的市场在哪里 要认真地去考虑 那你想要达到的是哪一个结果 如果你现在接受了这个事实 也就是说好了 我开门之后也可能没有顾客再回来 或者我就算把我的餐馆开了 就算做满了 我也只能做一半的事 那因为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要的是一个什么结果 我们觉得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想 然后再去想什么是方法 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先决定这个方向 然后再考虑你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不用去想说 不管是政府也好 我们的雇员也好 或者是整个新加坡也好 大家对于我们中小企业是什么看法呢 绝对不会 有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小企业在新加坡 雇佣了70%的劳动力 也就是没有人会 不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 跟新加坡人的饭碗是息息相关的 中小企业如果无法生存 那中小企业所聘用了250万个人后 就会面对失业的问题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中根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的这个阻断措施一开始 很多人担心 那所有在宿舍里面的35万个这个客工 是不是就没饭吃了 怎么去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同样的 我们也很担心中小企业 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 所以在这里 我们觉得很多东西我们要去考虑 但是就像我那天有说的 我们担心什么 我们放心什么 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心安在哪里 安心什么 我们担心的是实际上要了解 怎么样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供应链 也清理好 所以陈正生部长呢 在最近这个报纸上的报道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会把我这个幻灯片 跟大家去分享 就到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跟 根据我在这里所提出的几个报道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细节去看一下 因为我在这个说话方面 这个今天的这个演讲方面呢 我不能够花太多的时间来详细的说 但是在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一点 他他有提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当古当年 我们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国 能够一劳永逸的免医供应的风险 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而是要因时自宜的 去保持我们的供需的一个品 那这就像曾九一啊 他这么说 不能只扎一个穴位 也不能把全身都扎一遍 扎乱了 而是要先找到并解决巨大的痛点 巨大的有关联的穴道 然后过后才去调理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方面来说的 非常清楚 我觉得大家应该把他这个新闻 给看一下 还有 接着下来 我们要怎么确保我们 能不能够开工呢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要确保 Work safe 那也就是说我们回去工作场所 我们能不能够保障大家的安全 如果我们不能保障大家的安全 谁敢回去啊 在这个程度上 我觉得这个我们 呃 彭立部长在前两天的这个报纸上 所宣布的这个一系列的生活 跟工作方面的 Live safe Work safe 这方面的这些措施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下 因为它不只是跟客工有关 实际上它是跟我们大家的有关 特别是作为中小企业 如果现在我们的资源都回来了 那我要做一个怎样的安排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 然后当然也包括什么 我们有些客工是住在外边的 那他们的居住条件 他们的整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怎么去安排 我觉得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 用到最终 这包括了蛮多的方面 不管是我们所有的客工也好 其实就像雇主 我这边也特别 把报道中的一些准则 稍微也在这里稍微提了一下 就是说雇主必须要负担 跟保证 这样的一种三个主要的情况 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复工 那这方面 劳资政方面的准则也都出来了 那为了避免 也不要再像本来大家 去提的这个问题一样 哎呀 我又措手不及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 快点去了解一下 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措施 特别是怎么样保持 这个职场里面的这个安全距离 怎么样能够保持 减低这个个体的接触 还有到最终 怎么能够为我们的工友 提供足够的一些 个人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措施 跟这个所需要的工具 都很重要 当然也包括 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客工 他在回到他的宿舍的时候 也不能够再跟以前一样 那该做什么 在这里的 这个早报的报道 其实都蛮相近 蛮这个全面的 大家都能够去来做参考 然后当然很重要的是 还要怎么样确保 那些已经确诊了 然后又回到宿舍里面的 这些康复的客工 他们的安全 跟其他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复工 跟我们副业 跟我们中小企业 接下来要开门做生意 的准备工作 到底有哪一些呢 大家要可以去想一想 那我先跟他说必须想 但是呢实际上 You are not alone again 就是你不是一个客人 在新加坡没有劳资金的平台 那除了看这些 我也希望大家看到的一点 就是政府拨出了160个亿 的这个配套里面 也包括怎么样让你来做这些安排 那你必须要去了解 跟知道 怎么的去应用这些 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了一个 一个例子就是 比如说有一些员工 他不再需要回到工作的地点了 其实 那他在家办公的话 怎么去做半家办公呢 那他所需要的各方面的这个补助 跟他的这个器材 他这个软件 其实政府在这里 给每一个公司提供了 高达7万新币的援助 来让你能够确保 你在开工之后 你的员工能够继续的 为公司做出公司 所以这些我是希望大家 能够花一点时间 去进一步了解 还有呢 在这里呢 我也顺便就列了一下 因为在有蛮多的 这个我们的中小企业者 在信息物业留下一些问题 到底太多了 到底有哪一些 advisory 到底有哪一些regulation 是我们作为一个 中小企业实业家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 在这里我告诉你们 稍微列了一些 包括你就是 以现实的service 在这个billion里面 他们的就是comply了 还有呢 safe management measure 就是说安全的管理方式 还有呢 怎么样 确保 我们的客工 在宿舍里面 或者是在他们所租用的 这个私人 住宅的这个客房里面 保持一定的安全之力 还有更重要的是 怎么 安排我们的容颜 也就是说 assessment power 就是说这个时候 有些公司可能你 不需要那么多员工 那你怎么去处理 你不能够像 前阵子早报上面 一个报道 有一些国家 他们说了 在中东 他们就把他们 所有的客工 让他们自身自眠 你走去 你走向沙漠吧 我觉得我们的雇主 都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的雇主 都会负责 我们作为雇主的责任 那怎么样去 好好地处理 这些容颜 其实人力部 也已经提出了 一些新的方案 也做出了一些安排 我建议大家 能够跟NTOC 多接触 多接洽 多了解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把这个东西做好 还有 manage cost cutting 就是说如果现在 我必须要进一步 减低我的成本 让我的 继续能够 浮在水面上 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那我该做什么 其实有很多公司 已经在做了 只是可能你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希望很多 这些提供 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 那你应该来参加一些平台 特别是我待会 等一下会介绍的 我们USME 就是NTOC 为大家所安排的 这样一个平台 当然更重要的是 你要懂得 怎么去申请政府的配套 来进一步地加强 你的 不管是市场营销的 这个模式 或者是你的工作程序 或者是你的人力资源的 这个调配 跟管控 或者是管理 这很多方面 其实都有那么一套 是你可以参考的 还有呢 接下来 很多的这些 scheme 作为一个employer 说你是一个雇主 你懂吗 你要怎么去用它呢 Job support schemes 对你是一个 怎么样的情况呢 你会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 失去的这个support 也就是说 这个配套本来是用来帮助大家的 但是有些雇主的 他不小心 他做了一些 他不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没有照顾好 他自己的员工 他也没有照顾好 自己的公司 那当然政府 就不可能给他 相对的这个援助 那这方面也要大家注意 那当然我们刚才就讲了 在这个阻断措施 就算解除了之后 6月1号以后的世界 已经不同了 我们的工作情况都不同了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那怎么样去让很多人 可以在家办公 到底哪一类的工作 可以在家办公呢 哪一类的工作 必须还是得到市面上去走动呢 那这个中小企业 都要做一个 全面的去分析跟了解 然后才告诉你自己的员工 该怎么做 在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就是 我们怎么样的去往电子化 数码化的这个角度去做 到底数码化电子化 能帮得到我们吗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没有用 但是实际上完全是没有用 是看你怎么去用 然后呢 到底到什么程度上 能够帮你 甚至政府还推出了 另外一个新的配套 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你整个生意 接下来要怎么转 大家可以考虑到 成立这个培训委员会 这个是NTUC推出来的 那也可以考虑到OTR Organizational Technology Framework 这个是LUMA 这个就是造出一个蓝图 让我们能够知道 下一步我们要怎么走 这些我都不细说 为什么呢 我是建议 我会建议 实际 实业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个 NTUC的USME 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协作平台 做一个合作 然后呢 为我们所有的实业家 提供一场 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所有的这些配套 所有的这些准则 所有的这些guide lines 跟advisory的一个宣导会 让大家能够 比较更清楚的了解 这些东西里边 有哪一些是我们必须要 尽快做好的 也必须要做好准备的 那同时也去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NTUC 哪一些配套 是在政府的配套之上 再进一步帮助 我们的企业 跟帮助我们的员工的 那这些都是大家 可以考虑 借力 死利的 地方 所以我们虽然 是在同一个灾难中 但是我们不在 同一条 船上 我们新加坡这条船 是独特的 我们新加坡这条船 有劳资政三方紧密的这种协作 我们有为企业所安排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配套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去考虑一下 不用担心你不知道 像我刚才也提到了 不怕慢 只怕 希望你快一点能够走进来 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配套呢 我在这里我都不细说 我都希望说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跟我们USME的这个 我的这个单位去联系 只要你在网上找USME的话 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链接 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络 那我的这个同事呢 就会跟你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安排 你想知道什么 你想多做些什么 你想怎么样让你的生意继续走下去 在6月1号之后 在疫情之后 那你都可以跟我们坦诚的这个交流 这个我们可以 当然更重要的是 很多时候很多这些课程 实际上都已经都存在着了 而且政府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我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SUSS 我们新加坡的社科大学 为我们的中小企业 也准备了 因为知道大家这个时候 必须要考虑到 怎么样做线上的行销 怎么样做线上的营销 那在这样的一种方式底下 那这些课程其实都不便宜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课程 让大家能够清楚地了解 这方面的东西 而且还特别搞了一个 是讲华语的 让我们这些讲华语的老板们 能够更方便地去了解 本来的费用是700多块钱 但是在政府的补贴之后 你只需要用84块钱七毛 84块七毛 就能够上这个课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考虑 去参与这些课程 让自己本身在这个时候 对线上营销 对线上的这些买卖 怎么样能够用它 来让我们接下来的 我们的这些作为一个中小企业 能够进一步地往前 更妥善地走下去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还有免不了的 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有更多 跟雇用相关的这个纠纷 所以我也在这里跟所有的中小企业 主门谈一下 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劳资政的三方面的 各方面的这个平台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因为如果你没有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我们有很多员工 他们现在都懂得怎么去找律师 这是我们不鼓励的 我们觉得实际上 如果有这类纠纷 应该在公司里面解决 然后如果你有些什么不懂的话 其实你可以让你的员工 去考虑到这三个子种的中心 去做调解跟去做咨询 有关海中心 其实是低薪工业中心 有PMU中心就是对于 那些所有的经理纪 跟所有的专业人士 MWC就是所有的客工 都可以去做咨询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为 你们自己的员工 开放这条线路 让他们能够有知道 有这样一个平台去寻求帮助 而免得他们会去 输助于自己的手段 因为我们发现 有太多的这个员工 已经不了解 结果呢 以为走法律的程序是最好的 我觉得那是不必要的 因为在新加坡实际上 老子关系的这个安排 是一种伙伴的关系 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所有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还有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保障 我自己都不提说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考虑 就是说你要嘛 就让你的员工参加 NTUC的会员 或者你自己本身也应该参加 然后呢 我们才进一步的来讨论 或者更重要的是 参加USME的这个平台 不好意思 我这里打这个广告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发现大家问的问题很多 那这些问题呢 实际上 我们已经跟其他的一些中小企业呢 在商讨跟在改进 那你也可以加入这个行业 大家一起来把这个问题抓好 那地球物业有一些同一些 师兄师姐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除了客工 除了老公 实际上社会上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协助的这个群体 特别是包括那些出去的老人 那么他们怎么办呢 我也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下 实际上这整个系统都已经建立了起来 那么我们的李志生部长呢 就跟大家分享 他实际上已经通过了SGO 就是这个Super Generation的这个office 我们有一个营法一带的这个办公室 是专门来协助我们这些乐林人士 特别是那些独居的 或者是需要帮助的这些乐林人士 在这里他就跟大家分享 他们最近已经拨电跟2万多个这类的老人 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那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如果你们碰到任何这类情况 都能够把他们介绍到这个SGO去 或者是SSO SSO是Social Service Office 都有两个SGO和SSO 所以到最后我想总结一下的就是 《金思义》里面有这么一句 受灿固难令人听心疼 但莫埋咽不生气 若能转变信念 为好在 好在 为什么呢 真的 好在 我们整个新加坡 我们国人都非常团结 我们大家都很有善念 碰到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 我们只看到只有少数 非常非常少数的 至少门前学的 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国人 都愿意走在一起 根据大家所迷异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根据大家所迷异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准则 去一起面对这个疫情 Together we overcome 就是大家能够在一起的 来抵抗这个疫情 这之后呢 就是后感觉 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想 然后呢 苦就化作福了 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企业家 我希望大家也从 这个经思语里面 把握这里边的一个 做事情的三个原则 我们要保持我们原来 测试的心 原来 我们 什么问题吗 哎呦我们就是说 他在里面也说了 要有骆驼的耐心 要有狮子勇的心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出这一点呢 因为有很多中小企业 在这个时候都感到非常的困扰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你是不是还想做这个生意 你还是不是有当年 你创业的时候的 那测试的真心 那你也考虑到了没有 你过去这么多年走过来 其实你有的是骆驼的耐心 那你当初走进这个行业的时候 也有那种永远性 那走下去 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三个心 因为过去的努力 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但是你未来的展望 就完全掌握着你现在的工作 跟你现在的处置 那我们很愿意跟大家一起来 讨探讨说怎么去做 你别担心制度人真的不知道 那就参加各方面的平台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商会 不管是老板演艺会也好 不管是中华总商会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各行各业的这个商会 或者家具商工会 或者是餐馆协会 这些商会都你一直很好的平台 让大家在一起分享 那甚至可以到我们NTUC的USME 的这个联盟上来了解 怎么样去做好 因为你现在的动作 就是你未来的希望 其中我只是跟大家 在最后分享一下 因为的确有很多未知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疫情的话 我们真的觉得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看这里 刚好有一个英文的这个 这个格言是这么说的 实际上In life As in the history The unexpected Life is living 就是到处你可以发现 其实这些未知的 坏来的都在 都在 普世淡淡 而且他们都在笑我们 它随时都会出现 随时都会从角落里面走出来 那我们到最终呢 Only with high sight I will realize about cause and effect 这是有点佛教的哲理 为什么呢 到最终我们会了解 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未知 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因果 我们要看清楚果 要把握好因 善因就有善果 那么进诗域里面也告诉我们 弱者跟强者的不同 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只是等待时机的弱者 我们必须是一个创造时机的强者 只要肯做 有上人说的只要肯做 不怕做不到 还要多用心 今天的工作将是明天的文章 后天的历史 我用这个跟大家共鸣 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都能够站起来 往前走 谢谢大家 我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很感恩杨师兄为我们的中小新实业家们 解答了许多心中的疑问 的确在这个疫情当前 我们需要有赤子的真心 骆驼的耐心 还有这个狮子的勇猛心 这个真的是不简单 但是 以起我们担心 现在社会的现状 不如我们就把它化为信心 然后再 可能付出一份份的 一小小的爱心 刚才杨师兄 也有提到 就是因果 过去的努力 其实就是现在的一个成就 但是 未来的一个展望 其实就是要看现在的动作 我们现在做什么 就是我们的未来 所以大家看清楚 知道了 不知道了 就去find out 然后知道了 再用智慧来判断一下 因为近诗语 也是有一句话 是想到说 行事之前 如果是我们思考 该如何做 那么全面的考虑 清楚 再踏实的去进行 那么如果是反过来 如果是我们 盲撞的去往前冲 就会来不及的 去刹车 支线险境 所以做事 不要一直冲 不要急 但必须要精进 那么这里 杨师兄 你也是可以看一下 我们check group 里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是在 现场听的 我这个荧幕上看得不太清楚 所以你可能把问题 帮我提出来 好 那么现场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也是可以举手 用这个举手 或者是您可以把你的问题 whatsapp到我们的86691547 86691547 那么 杨师兄 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 这次疫情的确诊人数 绝大部分是客工宿舍群体 大概有八成以上都是客工 最终政府就把他们隔开到不同的地方居住 然后在6月1日之后 政府将把规定客工住宿的人数相对的减少 就是那个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面住宿的人数已经减少了 那么无形中将会加重客工宿舍经营者的成本 那么这个增加的成本 成本上的增加 会转接到客工身上的一个成本的上涨 那么营业的成本也将大幅度的增加 最终就会直接的又再加到消费者身上 那么问题就是 请问杨师兄 政府是否在这方面有考虑到有什么特别的优惠 来给予宿舍经营者 或者是这个中小型企业家们 这个客工这一方面的补贴 那么降低营业的成本 然后就是可以考量到这一块 在这个部分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一点 就是说这绝对不是某一个方面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已经看到了 这个宿舍 比如说本来一个房间能够住12个人 现在一个房间可能住7个人 或者是怎么样 实际上 其实整个这个传染跟这个传播 也不完全是因为一个房间里有多少人 就是变成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真正的因素还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能够保持我们这个社交的距离 像我的星期五也稍微提到了 有很多客工 其实他们还不能够习惯 其实不只是客工 包括我们很多新加坡人 包括我们很多联老的这个朋友 他们也都还不能够适应说 为什么我现在出门得带口罩 为什么我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我也不能够保持太亲密的距离 或者我甚至跟我的朋友 都不能够有一个 一个社交的这个安排 所以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磨合的 那来到这个方面的一个成本方面 我们从过去 为什么我在三个星期五也稍微提到了 政府实际上都一直有在关注这个问题 也在跟很多的这个 各行各业的这个相关的 我们所谓的stakeholder 就是利益相关方 也就是不管是宿舍业主 或者是雇主 或者是劳工 现在都一起在商谈 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以后客工居住的这个情况 是要怎么去改变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很多成本上的这个问题 那当这方面的成本 如果完全不能够降下来的话 我们常常都说的 就是同一个basket里面的单 就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鸡蛋一样 那我们到时要怎么去重新 喷配我们 调控我们的这个 经营跟商业上的一个成本 也是目前有很多老板们 正在积极响应的 跟考虑怎么去重新应对的 那政府现在做法其实有两方面 如果我们只是期待说 政府根据脚痛 医脚头痛医头的方式 也就是说现在我感觉头痛了 哎呀我现在我的客工 本来一个房间住 12到16个人 现在一个房间只能够住 6个人到8个人 然后会不会说他变成 就是说他的这个宿舍的 这个成本就正在一倍了呢 那这一倍 谁来承担啊 那政府你能够帮我全还呢 就像当初这个疫情一发生的时候 也有很多零售业者就说 哎 我们的业主 你能不能够就不收我资金了 但是到最后 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很大的一个程度上 我们需要考虑说这个成本 因为绝对我们要担心的 还不只是说你转嫁到客工的身上 而是到最终其实 它还是转嫁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 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 到最终我们一定要承担 那事实是 我们一定每个人都会承担一定的部分 所以刚才我在给大家看了一个幻灯片里面 陈振生部长就又提到了 现在单单要把所有各方面的供应 那当然也包括现在我们讲到的 我们能力资源的供应 能力资源的调配 都做到整个这个供应链 能够继续平稳发展的同时呢 我们有一个不能批免的 就是我们要遗见的是 成本肯定三方 这就是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也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是天要下雨 天要下雨它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你要嘛就说好了 我决定我不走出去了 但是正最好的方法是 不管它下雨还是出太阳 我有雨伞 还是我有雨具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要在劳资政三方的这个平台里面 去讨论 我希望各个所有的中小业者呢 也能看有什么更好的一个 应对的一个方法 目前来讲 我们不用太过担心 你们在这个阻断措施的这个过程中 政府已经把很多本来闲置的一些建筑 先播出来应急 所以这些客工也不会说 因此就找不到地方住 那当然很多这些成本 那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承担了 但是能承担多久呢 所以最终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子的方法继续下去 而是我们怎么样回到 原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方面 在职场上 在居住条房间上 这的这个安排上 做一个怎么样的一种 重新的一个调整 设定一个新的标准 也就是到最后 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了 那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的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只是想着 谁来买单 在很大程度上 因为我们大家 we are in the same storm 我们都要买单 那这是说我们到最终 有没有能力买单 跟我们最终买单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承担 跟我们的痛苦 能够降低到最低吗 这才是最重要的考量 就算我刚才跟大家提醒了 记者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考量哪一个结果 是我们最想要碰到的 但是有些你想到的结果 并不是最理想的 有些我们想到的结果 也不完全最理想 就算是最理想的 也不一定是最实际 或者最现实的 所以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的 再去讨论 那我希望大家 能够在接下来日子里面 多参与 多提意见 也不要考虑到意见好不好 不用担心 都提出来 然后到最终 让相关的部门 特别是政府部门 跟所有相关的机构 和我们老资政三方的 所有的这些领导们 能够去把它做一个磨合 最终我们希望 我们还是会跟以前一样 不管我们经历哪一个困难 哪一个困境 哪一个灾难 我们到最终 还会是成为一个 更强的一个新加坡 很感恩师兄的回复 那么这里 刚才师兄有提过 就是在这个疫情当前 我们就是全部人 要一起来配合 我们就是不要操心 不要烦心 还是要很用心 然后就是要合和 合和的来 一起来解决 劳资政三方面 一起来 来对抗这个疫情 那么这里 我有几个问题 我想就是把它中和 在一起 然后来问一下 杨师兄 就是刚才杨师兄开始的时候 也是有 就是有 归纳了一些 进去我们留下来的一些疑问 比如说 政府现在很 是在推出政策跟措施的时候 有点急 然后就是跟雇主 缺乏沟通 那么在今天的 这个问题上 也是有出 也是有 这些出席者 也是有问 比如说 有一位 他就在问 应该是 他是做建筑业的 他是说 他每天都需要记录 每一个工人 在哪一个工厂 做什么工作 那么现在又要 包括了要量体温 和适当的一些隔离 他就觉得 现在工作都很多了 那么为什么 那么还需要上网登记 很多的事项 是在增加了一些些 不必要的负担 那么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 他也是问类似 类似一样的问题 他就说 在这个 最近就是 就是回到刚才有问过的 就是要在 这个雇主 14天内 就是把客工的宿舍 就是把它 比较少人 住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从14位减到第8位 然后必须在14天内完成 所以这个是有点急 然后他另外一个问题 是问说 政府是否知道 我们全新加坡 有足够的客工的宿舍的空间 来让全部的客工居住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请杨师兄 可能可以再来强调一下 和阐述一下 这个急跟缺乏沟通 这方面的意见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当我们在路上碰到 救伤车的时候 你说救伤车急不急 我们要不要挡他的路 还是我要觉得说 救伤车干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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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别的选择 还有很多这些条例 刚才大家所提到的 比如说 我为什么现在要告诉你 我要记录你的这个行动 我要做这个save 就是check in 我必须要每个人 我都必须要做一个记录 其实反过来讲 我们忘了一点 我们现在要做这个记录 是为了方便我们能够出去 我们能够到那个地方去 你没有发现 有一些国家 我就不说是哪个国家了 它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它就不让随部的人出去 你就全都在家里好了 你从早上睡到晚上 晚上再睡到第二天 第二天再睡到第二天的晚上 就不用出去 新加坡我们是要强调 让我们的生计不要受影响 我们的生活能够尽量的 能够如厂 当然不能如厂到原来那个样子 那该去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能够去 但是能够去 但是我们必须负取我们的责任 为什么有这些登记呢 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能够做tracing 我们能够完全的知道 到万一 万一如果在那个地方 发现了一个 它说如果不好意思 刚好发生了一个 一个疫情的一个启发点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赶快去控制它呢 所以这些不是麻烦 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 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制定的一些措施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这些措施的这个用 那来到这个宿舍的干盘 可能大家也会注意到 可能大家最近如果有注意 在Facebook 或者是一些那些社交媒体网上看 或者是在报道上看到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们今天的PSA 整块那个Daniel Baga那边 整个PSA那块空地上 以前都是满满的货柜箱 今天请大家去看一下 那边是什么东西 那边变成了都是什么了 都是让客工住的地方 那如果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我们周遭的很多一些 旧的学校的校舍 或者是一些空置的一些厂房 都也被改成是客工的 临时的宿舍安排 所以刚才如果有像有些雇主要说 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其实够不够呢 够不够不是真正讲 说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 而是说我们现在其实都在尽量的这个安排 那甚至呢我们还会再见更多的这种 临时的我们叫Dekensite 就是说能够把我们目前 比较拥挤的一些宿舍呢 能够把它稍微再疏松一下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长远之际 那接下来长远之际 整个总体来讲 要必须先等过这个疫情 我们稍微要喘口气了 我们再来做一个重新的一个 真正的这个安排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 谅解就是说 在这疫情当而 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在临时安排的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作为 这个家庭用工中心的主席 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 昨天晚上忽然间人力部 又出了一个新的条例 我一时之间也会跟大家一样 又来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在疫情的当而 你要有准备 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又来了 关键是又来了以后 你不能够让 这个又来了的情绪一直锁住你 就像我星期五说的 如果你跟现在过不去 你的过去就不可能过去 那你的未来也不可能 能够是你想过得去的那种情景 所以我觉得在很大的程度上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所幸的是我们这里呢 虽然大家会感觉到好像沟通不够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沟通不够 其实对那个本来想跟你沟通的人 他发现 我有说了 你怎么没听见呢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常常碰到了 我今天早上我太太还在跟我讲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有没有听见 我也不敢去跟他说 你好像跟我沟通不够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沟通得早一点 为什么你现在才来跟我讲 我现在在忙别的东西 我是希望用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 我们必须把这种情绪摆一边去 疫情当乐 作为一个老板 你的责任很重要 你的员工当然也有他的责任 但是你必须要帮助你的员工 能够履行他的责任 要不然的话两边不合拍 情况会更严重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其实沟通不是不够 是可能你所掌握到的这个 信息的来源还不够多 但是千万别去网上乱乱拉 拉一堆让你自己本身 给你添乱的 让你下早的那种资讯 真正要去说说 OK 比如说MTUC的平台 或者是你的所参加的商会的平台 或者甚至可以找一下 我们实际的这些实业家的这个平台 稍微问一下 我相信我们实际的师兄不会骗你 他也会帮你 所以我们应该找这些 比较有正能量的平台 去多了解一下 其实不是没有资讯 因为都在网上 那看你怎么去汲取 那如果你有不了解的地方 那就要问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要通过这个网上去沟通 其实变成讯息会来得很快的 比如说当我今天早上准备要跟大家讲话的时候 我看了那些问题 我在想有没有方向 有没有个计划方向 我只是把那个 我就上网 把禁私仪拉出来 我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 我的powerpoint里面的那些东西就全出来 所以我在用这个跟大家共用 下一个问题 感谢师兄的回复 真的是要安心 有则惜福 无则知足 我刚才师兄有提到 就是在师兄的分享的时候 也是有提到 我们要按部就班 然后想一想 真的是想一想 因为知道路在哪里 自己在做什么 一切明明白白 清清朗朗就能把握自己 最怕的是不知道我是什么 才会彷徨苦恼 这是近视语人语里面的一句话 那么接下来 师兄这里有一个comment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comment 然后师兄也是可以来 来发表一下您的意见 这里是说 我觉得这一位 这一位发这个意见的 他是很有善心的一位 一位一个人 他是说杨师兄 有些人说 客工宿舍的生活环境还差 但是我觉得 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在疫情没爆发之前 我学 我就通过 通常每一个月都会到不同的客工宿舍 义务 医疗服务 他是去做医疗服务的 去做volunteer 然后比如说在Cringy Lodge 在Westlight 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和客工们谈天 从他们的口中 知道他们在这里的生活都很满意 宿舍中有健身房 有卡拉OK 有video room 还有reading room 里面还有厨房和市场 那么有些客工说 这里的宿舍环境很好 和他们的家乡 和别的国家 比真的是太好了 他们很感激新加坡政府 MOM和新加坡人的帮助 这个是他一个个人的意见 那么这里在check group里面 还有一个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说 其实客工 在这个我们社会上 新加坡社会上 其实我们的客工是备受了 异样的眼光和压力 然后去执行基本设施的工作 并大多数确诊的例子 都在外籍劳工 外籍的工人宿舍 所以我们的民众 现在可能把他们当作 是特别人物的来看待 不能去这里 不能去那里 只能在工作地点 其实这样对那些 出外工作的客工 是的确有点苛刻 非常有慈悲心 跟善心的一位人士 那么再加上 有政府补给的工资 也间接的造成员工 不想出外工作 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是有特别的工资 那么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意见是说 因为有工钱的资助 所以是造成了这个资金方面的 两难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是多于 是一个是一个comment 也是一个对这个资金方面的 这个状况的一个意见 不知道杨师兄要来补充什么吗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客工的这个宿舍 我像我前天也稍微提一下 如果我们把所有住在客工宿舍里面 不管是特别建造的宿舍 或者是那些改造的宿舍 合起来 是一个大巴腰新增 跟一个后港新增 那你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口 那这些人可能大家忘记的 还有一个更大的复杂性是什么呢 如果你说在大巴腰新增里面 或者是在后港新增里面 他还有不同的阶层 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人 但是那些必须住在这些宿舍里边的客工 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谓的比较低收入的阶层 跟劳动阶层 也很多工作是新加坡人目前不考虑要做的 所以他们的收入本来就是比较低的 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能够来新加坡工作已经很好了 因为在外国他根本没有机会就业 那甚至呢 他的薪水肯定就是比较低的 低很多很多 他们愿意离江背景到这里来 就像我们当初以前 我们新加坡的那些先辈 从中国 从印度 从各地 也是因为这样子来到新加坡找生活 所以他们也一样 不同的是在新加坡 我们为他们什么呢 我们为他们安排的 就像我们给所有的新加坡人建造的组屋 政府组屋一样 我们也给所有这些客工建造的宿舍 而且在2015年通过了一个法案 特别规定所有的宿舍必须要游舍 那就像仁力部长杨宁能说的 我们当时为了给大家考虑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考量是 communal living 就是必须是一个社群生活方式 为什么 这些客工理想背景 他跟他的家人是分开的 如果你说让他还一个人一个人的被封锁起来 住在像香港或者某些其他地区的那样的一种 特别的那种住宿环境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是提供一个比较能够群居 比较能够社交活动 能够比较方便 这样的一个地点 我就跟刚才那个师兄的看法是一样的 因为我之前作为劳工客工中心主席 我也常常到很多宿舍去 我们跟客工聊起来 虽然他们当然也有碰到低收入阶层的问题 但是他们基本上都很开心 绝大多数 当然有小部分他们不满意的一定会有 但是多数都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安排 那新加坡我们作为一个新加坡这个小红点 我觉得感到骄傲了一点是 在我们灾难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当儿 我们已经在考虑说 接下来他们的生活应该怎么重新安定 所以已经有一个团队 一些人在准备重新设计 他们居住环境的这个安排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的一点就是说 至少我们可以放心的是 我们相信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努力的往一个方向去走 就是怎么样确保他们继续能够好好的休息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好好的为我们 把他该做的工作做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一定要这么做 其中一个最重要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得的 我们没有选择 因为新加坡我们就是需要他们来帮我们做这些工作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当然靠我们自己本身 新加坡土生土长的人口是不可能 去承担这么多的这个工作的 那所以我们一定会把他这个生活的安顿好 那刚才有一些师兄说的也对了 在这个时候也难免的提起了某一种期望 我希望这是期望不会滚像雪球一样滚成一种奢望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必须要按部就班的来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 到时候他们所居住的条件 绝对不可能会跟我们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新加坡人 你所居住的这个组屋 跟我们所有的这些客工居住的这些宿舍 是不可能是等同的 这是不可能一样 但是最重要是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对待 给他们一个好的 能够让他好好休息 好好生活的地方 让他在这几年 他在新加坡离商背景 到我们自己来这里来工作的这些日子里面 他能够好好的做好他自己的工作 才是我们真正的考虑 那至于说怎么去做 那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些方案了 现在唯一不同的 就像我们在2015年 重新设计我们这些宿舍的时候 所做的那样 就是把H1N1跟SARS的疫情的这种因素 考虑在里面 从这里往前 肯定就要把冠状病毒的这方面的问题 把它考虑在里面 但是现在最麻烦的一点 就变成好像是做什么都需要间隔了 如果大家在网上看了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视频 如果你现在去坐飞机的话 那个飞机现在已经有人在重新设计了 那个位置会有很大的不同 甚至你可能从头到尾呢 你都得把自己包起来 所以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改变 是我们接下来要适应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回到同样的一个我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 在这个疫情的当中 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有什么结果是我们能够最好的达到 又能够最实际的去达到的 那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个共赢的一个局面 好的 那么感恩杨师兄 杨师兄这里有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他是说这个问题其实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已经出现了 他是说他在申请这个应该是approval的当下 他又收到了VCA跟MTI的一个出入的一个批准 所以是否我在想他是否是可以 就是可能就是由职种那边中小型企业那边去帮他解决 或是给他更多的资料 很感谢这位师兄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实际上在新加坡很多还不了解我们 有一个很很很特别的记者 就是我们实际上不是很会complain 我们还很会上诉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有很多 诚情的这个渠道 包括我们的部长也好 我们甚至有些人还可以直接电邮给总理 但我不鼓励你这么做 别去给他添忙了 那其实你每一个选区 你都有一个议员在帮你 那么每一个选区也有一个联络所 是你可以把一些你碰到的问题提出来 有时候这些问题不一定能够马上解决 但是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当了20年的议员 然后也也在职总 见过了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的各种各样方面的这个成绩 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搞不清楚我们要什么 或者有时候我们要求的时候呢 我们不不经意的去要求多了 因为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要把住说你这个原则 比如说很简单 假设你现在你是要真的只是要复工吗 还是说你只是要完成这个项目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方面去 但有时候我们在提出要求的时候 我们会说那你让我把这个东西整个打开 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要有一个针对性 第二我碰到很多这个上述有问题 后来我都帮他解决的话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找出对方为什么 你要必须要了解 对方为什么不让你得到这个批准 那他背后都是因为这些条例背后都有一个原则的 比如说他是要希望你能够把安全措施做够 或者他实际上有一个要求 或者甚至他有牌的 就像拿最近的这个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例子 因为大家记得最近不是有人在为我们所有的这个中药行来呈情吗 开始人家很多人也不了解中药行你干嘛不让他营业 你让泡泡茶营业那像什么 或者说蛋糕店蛋糕真的就比中药还重要吗 其实不是的 当时他们的考量点有很多方面 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想到说 他并不是说他不让中药店开了 他先让那些有医生的中药店开 为什么呢 因为医生的中药店基本上他们也卖的要比较多 其他的一些我们发现实际上 很多中药店已经变成杂货店 当然这是一部分的一个原因 所以其实我只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而且有个别的情况 你不能够一足肝打翻全船 那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说 那为什么只允许针灸 你不允许推拿呢 其中有一个关键是这样子 针灸我没有肢体上的接触 这是第一点 第二他的时间你针灸以后人就走开了 你也没有那个在一起的那个事 但是推拿的话 两个人是要在那里 甚至有时候要超过半个小时 到20分钟左右 这个又变成跟观众病情的一些 必须要做的安全上的这个安排 就有抵触了 我只是举这几个例子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 实际上有很多这些可以不可以 你想到一些 他想到一些 你想不到一些 他想不到一些 那机动力把它弄起了 它实际上就有一个原则 所以第一 你的上述要有一个针对性 第二 就是要来到清楚的了解说 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担忧 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那你就能够从中间去想 我有另外一个方法告诉你 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 我们是会这么做的 那这个有了之后 就比较确定 第三 第三个 上述的另外一个第三个东西 你这个到底是为了谁 你这个上述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呢 还是为了他的好处 还是为了大家的好处 所以这个你也要理清楚 也就是说 其实到最终 我们在考量一个东西 应该不应该 有那个优先的时候 是他是不是涵盖 越多人的核心利益 因为他能够帮到越多的人的话 那他当然越优先 比如说今天很多建筑的这个 中小学会都在跟我讲 其实我 我应该排第一 你应该先让我复工 因为你只有10%可以先复工 我应该是在10%里面 那你就必须要去了解 他的这个10% 他优先考虑的是哪一些 那为什么是那一些 不是你这一些 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有不了解地方 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咨询 那我们也可以帮你去找 这个渠道 所以 考虑了三个原则 然后同时呢 告诉大家的是 考虑你最近的一个渠道 不管你是找你的议员也好 找你的联络所也好 就是到我们NTUC来 那是最直接的 因为如果你是中小企业 我们已经成立了这个平台 那我们一定会帮你去 但是最后 最后我也要跟大家诉苦一下 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就是 有很多时候 你们都已经到了 没有的旧的时候才来找我 也就是说你不要拖太久 你很多时候是到了 两天后三天后 就已经快要盖棺定论了 你才来跟杨先生 你看到现在还不行的话 那怎么办 那你这样来找我 我真的也很辛苦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问题 早一点提出来 不要拖到他去 太迟 所以是个很重要的 其中一个观点 所以第一 注意那三个原则 第三 找你最近最方便 最清楚的渠道 第三 不要太迟 要尽快 事实的 及时的 赶快提出来 谢谢大家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其实还有一两题 然后现场 现场也是没有看到 一些人比手要现场问的 杨师兄 我们这里有一题 就是我们快速的 来发表一下 这个最后一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它是说我们新加坡 其实现在已经 要将近三万 这个确诊数目 所以是东南亚的第一 那么在国际的 或者是周边国家 对新加坡的良好的形象 一直以来良好的形象 都已经打了一些些的折扣 对新加坡人 也会造成一些恐惧 或者是一些些的启示 尤其是对于 已经走进去 区域化的中小型企业家 造成不小的一些些的障碍 那么杨师兄 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有什么意见吗 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那个小红点 有的人看了我们 觉得我们很亮 很好 也有人看了我们觉得 我们因为又红又亮 太刺眼 所以这都是免不了的 但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在星期五 稍微提到了 其实我们感到非常庆幸的 这是新加坡 我们有那个资源 有那个能力 去帮每一个人做检测 这是第一点 但是 除了有能力做检测 可以做检测 有办法做检测 你为什么敢敢的 就把这几万人都给它塞出来 我们还有第二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有足够的医院 医疗设施 来让这些确诊的人 能够很好的就医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今天 我们的确诊人数是最多的 但是最近卫生部也 低的没办法告诉大家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看到这个数目这么大 两万多 那你没有发现 将近两万个 缺诊的人 他都在那走来走去 也就是什么呢 他还很安全 他的情况良好 为什么 他马上得到医疗上的照顾 这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新加坡的优势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个差别在哪里 当然我也不敢太骄傲地告诉人家 你那边好像没有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策 那就不好意思 那边能得罪人 我也不要去得罪人家 我们只要讲说 其实我们应该感到很开心 新加坡是在策 而且因为我们的客工 都是在做一些主要的劳动的工作 他不像我们 其实我们很多新加坡人的工作 没有停下来 我们通过网上 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的脑还在用 还在动 就好像我现在 我还在工作 我在跟大家分享 但是客工 他是必须要真正的 把他的劳力 用在那个工厂上 或者工地上 或者是实际的东西上 所以我们必须要 尽快地让他们能回去 然后不然的话 接下来 我们整个那个 供应链的上游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 断层 那怎么让他们回去呢 就是检测 也只有我们能够这么有把握地告诉大家 我是全部的人 我不管 以前我们还说 因为根据其他国家的这个 所发现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情况 我们说一定要等他有这个症状 我们才来检测 现在你没有发现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等到他有症状 我们就给他做检测 有任何任务 我们要跟他检测 那政府也说了 其实如果我们只检测客工 那是不公平的 所有的国人都要做检测 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做检测 所以撤出来 其实不是数目巨人问题 就像刚才我开始问大家 你看到什么 你知道什么 你看到的 并不一定就是你该知道的 你该知道的 有时候你要再重新考量一下 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新加坡我们感到骄傲的是 你现在还是可以挺起胸膛 抬起头跟你的 东南亚邻国的朋友说 你不用担心 到今天 真正重病的 需要到ICU或者加护病房 去接受更严重的治疗的 还不到20个 那为什么呢 因为而且这主要还是因为 他们是已经有其他的重病 或者是慢性病 包括我们客宫里面 发现了第一个案例 他之所以为什么会在 ICU里面住了 将近两个多月三个月呢 那是因为他本来就有肾衰血 他本来就是一个起肾的病人 而且他有高血压 有高血糖 所以在这里也通过大家 这都在 我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尽量少吃肉 要多吃素 然后呢 尽量保持自己身体健康 也不能够只是看掉 控制这个疫情 还要照顾自己的健康 还有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三高 那你可以跟我们的 这个所有的东南亚的朋友 你自己本身要先搞清楚 新加坡的情况 你才能够继续挺胸抬头 告诉我们东南的朋友 我们跟你们本来就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更重视的是 怎么样让我们的国人 既能够保住生命 还能保住生计 还能够重新回到 他的原来的生活上 三生有幸 那我们既然是属于 三生有幸的一群 我们应该感到骄傲 我们也告诉他 其实这个东西 就像我为什么在上一次的 幻灯片里面 特别跟大家强调了一点 我们要告诉他 我们都在同一个疫情 但是我们不要比较 你在的船 跟我在的船有什么不同 你的是轮船也好 我的是山板也好 我们都还是要在自己的船上 度过这个疫情 所以我们不要比较 也不要去 看怎么样 也许看我这里很多 但是你会发现 就算从客工来讲 我们有将近一百万个客工 现在缺诊的还不到两万 或者是接近两万 那表示什么 这跟本来观众疫情所预测的 大概可以有百分之五到十 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其实我们还是好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很骄傲地 告诉我们的朋友 我们已经控制得好 但是当然我们一向来都对自己要求很高 我们希望其实觉得这个还不够 如果我能够把那个数据弄小 更好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为了要加快 让大家能够快一点回到工作的岗位 我们是必须要加快这个检测 那我像刚才跟大家提的一点 上一次跟大家提的一点 请大家 我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办法买到那个 血氧仪的话 一定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血氧 大家要控制一下 接下来政府跟我们这些 其他劳资政的这个伙伴呢 也会为我们所有的客工 提供那个血氧仪 我们会开始分发 就像我们刚刚出分发那个 口罩跟分发那个搓手也一样 接下来会分发这个血氧仪 让大家能够做好这个防范 但也同时能够提早给自己 有个疫情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这个冠状病毒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 但是一旦你的血氧降得太低的话 就表示你里边已经有冠状病毒的存在 而且同时它已经对你的肺 造成了蛮大的伤害 谢谢大家